大家好 我是時光不合的G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 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的最大的動力 今天我們想講一個 很多人都聽過 但很少人了解的品牌 這個品牌就是Global Force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Global Force等同於托菲倫 還是一些非常複雜的托菲倫 沒錯 在現代的制標領域裏 Global Force可以說是Master of Tuvian 但他們所製作的碗錶 是絕對不止托菲倫那麼簡單 他們還將所有傳統瑞士的制標的工藝 以及對於各種處理機械碗錶難題的複雜功能 都是做到極致的 Global Force這個品牌 如果我們想要去了解它 是必須要從它那兩位始創人 Robert Grubel和Steven Force 兩位開始 他們兩個人都在Altimus Piergates旗下 Ronald & Pepe工作室 當時是1992年 他們兩位互相被對方對傳統複雜的機械製標技術的熱誠 所感動 六年之後 他們兩位離開Ronald & Pepe 組成了自己的公司 叫做Complete Time 這個公司是專門為高級品牌設計和研發一些高複雜功能的機心 他們在一個行業裏面是非常出名的 為他人作嫁衣裳絕對不是他們兩位長遠的目標 成立自己的品牌 以及製作一些他們認為最能夠代表瑞士極級製標工藝的碗錶 才是他們兩位的目標 要了解Global Force的作品和品牌 必須要從他們七項核心的發明開始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Robert和Steven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對自己未來十到二十年發展的藍圖 已經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Robert的人比較神秘 他很少跟我們媒體接觸 大部分對外的工作都是由Steven負責的 Robert是一位法國人 Steven是英國人 Steven說了很流利的英文 所以方便他向我們解釋那些聽到都出汗的複雜工藝 2006年是我第一次去巴蘇維 當年剛剛Global Force發表了他們的第三項發明 2Beyond 24 Second Incline 25 Degree 即是24秒轉動一次的托飛率 仍是傾斜25度 我在當時Global Force一個比較小的展廳 很窄下的 我一次過就可以看完他們三個發明 我當時就不太明白 因為他們的第一個發明就是雙陀飛倫 第二個發明他們就做一個四陀飛倫 第三個發明又去到一個單陀飛倫 我就問問Steven為何會是這樣的操作呢 Steven就很耐心地解釋給我聽說 其實現今的科技和物料 很多簡單的機械碗錶都能夠做到不錯的精準度 不過Global Force想要做的 就是他們很希望能夠通過 他們對於高級的複雜和極致的技術研究 去找出究竟這百多年前發明的陀飛倫的概念 究竟在今天是否仍然可以為機械碗錶走時的精準度 作出一個提升 Steven除了想要將這些陀飛倫 做到各種不同的形式去測試之外 在那個過程裏面 他亦都希望將那個finishing的技術 即是所謂的修飾的技術 是做到一個前無古人的一個水平 所以Robert和Steven將自己的Global Force定位 就寫成為Art of Invention 因為他們覺得將那個技術和藝術貫通的工藝 才是代表到極致的瑞士的制標 既然目標已經這麼明確 接下來就一定是將它一步一步實現 Global Force決定先做一個雙陀飛倫 因為這個組合對他們來說有足夠的挑戰 以及對市場來說也有足夠的震撼 雙陀飛倫還是Global Force未來發明的一個基石 Global Force 雙陀飛倫30度傾斜 是一個輪中有輪的設計 外面那個比較大的陀飛倫輪框是每四分鐘轉一圈 而裏面那個比較細的陀飛倫輪框是一分鐘轉一圈 而且裏面那個陀飛倫輪框相對外面的輪框 還有一個30度傾斜 根據Steven的解釋 他說這個設計是覆蓋了大部分碗錶在手腕上的活動角度 甚至當你將碗錶放在一個桌面上 它是固定不動的話 雙陀飛倫傾斜30度的設計 亦都可以有效地將地心吸力對於禽重系統的不良影響去取消 Global Force這個發明在2011年的時候 已經在瑞士Laloc的國際天文時計精準比賽中贏了冠軍 還獲得了1000分滿分內的915分 這是前無古人 第一項發明已經忌驚四座 第二個發明必須要更加震撼 於是Global Force在2005年的時候 發表了他們的Quad Triple to Beyond 四陀飛倫的開發是用雙陀飛倫作為基礎 Global Force就將兩組的雙陀飛倫 用一個球形的差速器將它連在一起 兩組的雙陀飛倫在機身的位置 都是經過很巧妙和精心的安排 令到他們可以更加全面覆蓋碗錶在手腕上的各種可能的位置 甚至當碗錶在固定的位置 亦都可以完全抵消了地心吸力 對於油絲擺律和琴重系統的影響 但是我們普通的錶迷對於這些四陀飛倫這麼複雜的結構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去完全理解和掌握 它們的運作技術或者是技術的意義 根本我們看不明白 但是機身的零部件它們的狀態 只要用一個放大鏡或甚至用肉眼都可以看到 而Global Force就是讓我們看到它有一個極致的打磨 所以就算我們完全不理解它的複雜功能究竟是做甚麼 但只要我們看到它的運行 看到它的狀態 我們就會讓它那種完美的修飾震撼 征服了四陀飛倫之後 到了2006年 Global Force 反破歸增 推出了它們第三個發明 To Beyond 24 Seconds 眨眼看這是一個單陀飛倫 是不是太簡單呢 大家千萬不要被它的名字騙了 因為第三個發明相對於第一和第二個發明的複雜程度 根據Steven說是絕對不枉多樣的 因為這個單陀飛倫是每24秒自轉一圈的 速度比一分鐘的陀飛倫是快了近三倍 換句話說都是會消耗更加更加多的能量 不過Global Force 就可以將動力儲備 維持在它們正常的手上鏈的碗錶的72小時 這個就證明了這隻碗錶技術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發明還得益於 陀飛倫框架的一個超輕的狀態 這個陀飛倫整組東西是有88個零部件 它的重量只有0.39克 一克都不同 而且這個單陀飛倫還是傾斜25度 根據Steven說也可以遮蓋了大部份手腕上不同的位置 而且就算是Static放平 都可以抵消到地心吸力對它的不良影響 在往後的發展裡面 這個24秒轉一圈的陀飛倫多次出現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小 比較容易配合其他的複雜功能 一起在一隻換錶出現 除了陀飛倫 Global Force 亦都是挑戰了各種 傳統的機械時計的難題 比如說2007年的時候 第四項發明 就是針對油絲和平衡擺輪 如果用傳統的物料去製作 就會受到磁力和溫度變化的影響 所以Global Force 嘗試和成功用人工的鑽石物料 去製作油絲和平衡擺輪 令到這個機芯裏面最重要的零部件 是可以不受磁力 亦都不受溫度變化的影響 同年 即是2007年 Global Force 亦都推出了它的第一款的碗錶 這個就是搭載了它們的首項發明的雙陀飛倫 這個碗錶叫做Invention Piece 1 總共只做了33隻 現在就已經成為收藏家追捧的對象 在一年之後 Global Force 發表了第五項發明 而這項發明是專門針對 這個發條股動力輸出不穩定的問題 主發條一般的長度是20至30厘米 當你上滿鏈的時候它很大力 但當那個發條慢慢鬆開的時候 力量就會減低 所以傳送去碗錶的琴中和擺輪的動力 是不平均的 亦都會影響走時的精準度 Global Force 去處理這個問題的發明 叫Differential Diagonet 它是用一個動力中轉站的原理去避免這個問題 它將主發條合輸出的動力 傳送去一個比較短的發條 這個短的發條就在主發條盒和琴中系統中間 它每五秒鐘就用主發條的動力為這個短發條上鏈 而上滿鏈之後就由這個短發條 將那個平均的動力輸送去琴中系統 這種做法比另外一種的行動動力的結構 比如這樣說 芝麻鏈是更加簡單和有效 以及它所需的零部件是大大減少的 減少了零部件的好處 就是令到動力輸送之間的損耗可以降到很低 到了2018年 Global Force 推出包含 Francial D.Igolite 發明的碗錶的時候 它將主發條傳到中轉站的動力的時間 Time interval 由五秒鐘降到一秒鐘 每一秒鐘為那條短發條上鏈一次 因為這個安排 就可以為那隻碗錶增加一個跳秒的功能 完成了三種超級複雜的陀飛輪發明之後 2007年Global Force 把注意力放在兩個擺輪 作為提升走時的精準度設計上 這就是Global Force 的第六項發明 叫做Double Balencia 它將兩個獨立各自傾斜20度的擺輪 放在一個中間有圓形差速器連接的系統裡 而這個系統是會釋放兩個擺輪 走時的平均值去到那個瀕縱系統裡 當2022年Global Force 推出 包含Double Balencia 這個發明的碗錶叫做Double Balencia Confect 的時候 它們將傾斜度調較到30度 它們覺得這個傾斜度 是更加能夠提升Double Balencia 走時的精準度的能力 Global Force 的第七項發明 叫做Mechanica Computer 中文機械計算機 這個發明要等到2015年 Global Force 推出一款 萬年力加時間等式的換錶 QPA Equation 的時候 才向標謎公佈 機械計算機是什麼呢 它是一組同軸的圓形齒輪組件 它是可以根據設計而進行運算 說明是計算機 而得出的結果是可以通過數字或算盤 去顯示出來的 就好像QPA Equation 萬年力的碗錶 例如日期、月份、四位數字的年份 還有標倍的時間等式的真太陽時 以及平均時的差異 都是用這一組同軸的圓形齒輪組件 運算出來 這個機械計算機的好處 就是比傳統的萬年力的操作 更加暢順 沒有那麼容易出問題 更加穩定